国民党在5月20号举行政党轮替台湾更好事实大会 同时也是获得征召参选2024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首场大造势活动 侯友宜用她的竞选口号 好好做事情反击民进党连好好做事都做不到 重管执政有没有信心 有 明年5月2号会20重管执政 新北市长侯友宜获得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后的首场事实大会 在5月20号举行 台湾人的好 却被民进党利用了 每一个执政者应该寻求的是团结 而非撕裂团结 民进党却不断地告诉我们 人爱台湾 人不爱台湾 来夺起个人的政治利益 政党轮替台湾更好就是侯友宜的竞选主轴 唯一的目标就是赢得胜选 而在世事大会上 蓝营13位县市长通通到齐 营造大团结气势 国民党宣布征召侯友宜参选2024时 缺席中常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更是在20号这天上演燕子汉子大拥抱 有台媒报道称身为党主席的朱立伦 当务之急要跟挺郭派来修补党内征兆提名时出现的裂痕 此外还传出侯友宜此次亲自致电挺郭的蓝营县市长及民意代表 邀请他们参加世事大会 但国民党集民带陈玉珍仍缺席世事大会 而国民党集民带吴思怀则在人选确定后表态称蓝营要团结 确定之前谁要挺谁主席都不会有意见 确定之后所有人都挺党中央决定的侯友宜市长 2024选举蓝营准备起跑 侯友宜如何团结党内力拼2024外界都在看